今天的財經消費話題要來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水費欠缴 要仔細看看這個簡訊 是不是詐騙呢 因為通常水費欠缴 不是用簡訊通知你的 我們來看看最近好多人 就收到這種水費催缴通知 會收到的是這一張的 這個截圖看到的這種簡訊 上面就會說你 你欠缴多少錢 請在多久以前處理完 甚至是可以到這個網址來繳費 不過要告訴你 這個真正的答案是 這是詐騙 這連結千萬不要亂點的 因為點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像到這樣子的一個頁面 上面還寫著 台灣自來水公司 好像煞有其事 但是其實有貓膩 這個網頁做得好像真的 因為包括了 你看信用卡的繳費資訊 水費查詢結果 也會顯示在上頭 甚至你真的去查 你可以查到用水度數 因缴金額跟繳費狀態 但是他的網址有問題 我們仔細來看 這個紅色的地方 這個網址上面顯示的是 SBS 這個其實不是 這個政府網站上該有的網址 通常這個政府的網站是 GOV.TW 所以提醒了 如果最近有這個水費催缴通知 要留意 好 那內行人就說了 如果像是水費電費或瓦斯費 那你欠缴 他其實是不會用簡訊來通知的 應該是假設你欠第一次的費用 他是直接幫你累計到第二期一起算 假設你第二期還是沒有付錢 他才會通知你 可能要斷水斷電或斷瓦斯 也是寄通知單的 所以不是透過簡訊 好 例如我們再來看這個話題 他說他們家住的這個社區大樓 公社就只有一個小花圃而已 結果他收到了這個公用電費 怎麼覺得這麼的貴 他說他們家這邊的住戶有68戶 那總共使用兩台電梯 公社就一個小花圃而已 也沒有什麼健身房 或比較耗電的一個區域 甚至他們家的管理室 是沒有冷氣的 結果他收到公共電費是753元 他認為還真的滿高的 到底這個店哪裡來的 好多人就跳出來解答了 大家就說了 其實你住的這種是大樓電梯 可能是跪在這個電梯的費用 再加上如果是新的社區 可能很多人是剛交屋的 所以這裝潢期間 電梯使用率是提高 所以有可能是跪在這個電梯的電費 還有你說你們家是68戶 其實這個戶數算是比較少的 所以戶數少之下 大家要分攤的錢 分攤的電費 當然就會比較多了 好 說到了錢 大家很在意的當然是薪水 不過這有人說 想要請人請不到人 薪資條件曝光了之後 大家都說真的會請不到 因為真的好低 這是有網友說 自家的這個宵夜店經營 都找不到人 他開出的價格是這樣 每個月給39000的月薪 來看看條件 主要上班的時間是夜班 下午5點到凌晨1點 那有上班8小時左右 那超過的話就會有加班費 月修8天 那遇到紅子是不修的 那他算一算說 基本的底薪 27470元 再加上伙食費 1900左右 算一算是29000多 不過呢 幾乎每個月都會有一些加緊 例如說 假設你全勤2000塊 還有呢 夜間津貼也給2000 以及內場的技能 最高可以給到3000塊 以及呢 他們是賣消夜嘛 所以如果是有套餐 這種業績是可以抽成的 算一算呢 大概加完加班費 這個員工每個月可以領 38000到39000 可是真的請不到人 你看到這樣的條件會想去嗎 好多的網友就說 上夜班卻是基本薪資 還有人說呢 你這樣的薪水開出來 讓人覺得太心寒了 而你又是怎麼看的呢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 好多的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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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的網友